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全球現場的最新消息 大陸外交部部長秦剛離期 省寧了一個月 官方一度說秦剛的消失 是因為健康因素 被消失的傳言就甚嚣成上 二十五號終於給出了秦剛的下落 中共人大常會第四次的會議之中 經過表決決定要免去秦剛 外交部長一職由王毅接任 大陸外交部長秦剛消失一個月 二十五號下午 大陸全國人大常會第四次會議表決 決定免去秦剛外交部長職務 任命王毅為外交部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 七月二十五日簽署第八號主席令 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部長職務 任命王毅為外交部部長 秦剛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已經是六月二十五號 這段時間的職務 據傳由王毅和外交部副部長 馬朝旭代行 離期被消失的傳言甚嚣成上 有人指出疑似是戀上雙面間諜女主播 今年三月還發了一張與剛出生滿一百天的寶寶合照 說爸爸奔赴使命去了 搖祝爸爸生日快樂 巧的是秦剛生日正好就是三月十九號 讓各界懷疑秦剛真的和傅小田大搞婚外情 還有私生子 加上傅小田就是間諜 秦剛才被消失這麼久 傅小田的微博從四月十一號就再也沒發過文 外傳傅小田已經因為間諜罪被捕 另外也有人說是因為官場內鬥 才會故意放出秦剛外遇的消息 雖然秦剛已經確定被免職 但內幕眾說紛紜 記者綜合報導